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迪勒台风也有百货桂姐骑机车上班遭树干砸到炉内出血 2016年莫兰蒂台风高雄庶名百货员工出行时头部意外轻重伤 他在上班的途中就是因为他坐公车然后还要转车 然后他在等公车的时候就是被旁边的就是大树就突然倒下来然后压到他 意外频传专柜工会就调查最近一次立起码台风北北基陶宣布放假 但有96.4%的贵哥贵姐已久出行 否则贵商或百货将视为空柜开罚5000元或计矿值 更有六成员工没有通勤餐饮津贴加班费补助 工会呼吁防灾假尽速立法 要不要给加班费要不要给交通津贴 或者是专柜员在出勤以后就是有受到什么样的风险 这部分的话是都还没有就是立法的 但防灾假就是不是一个假而是一种预防灾害发生的休息 防灾假若立法贵哥贵姐台风出行资方就得给双倍薪资还有交通津贴 但如今法案还卡在劳动部认为行业性质不同不能用放假来处理 防灾假要顺利落锤还得多方讨论 三十五里创博林姓 太阳道